哈哈哈哈 好 睡覺 睡覺 籃球一般給人的感覺是外國人的運動 因為這項運動是由英國引入 不少居港的外國人會在空餘時間 約他們的朋友玩一下籃球 喝一下啤酒 感受一下在球場上的快感 你訓練的時候不速進全力的話 你體現不到落場的滋味 國際外委會在2009年 招開全體會議 將七人籃球列入2016年夏季奧運的比賽項目 令籃球近年在香港受歡迎的程度 可以說是有增無減 越來越多香港人喜歡玩籃球 他擴闊了我去看這個世界的一個很好的機會 帶給我很多得著 所以我都會把這個活動推廣給我身邊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Steven 我今年讀E1 剛剛開始打Rugby 講起Rugby 我在這個形身形那裡 有一個同系的師兄 不停地向我去推介 然後那時候我和Rugby 都有點興趣 因為這個運動在中學沒有玩過 想到來帶磚 想試一下 然後我答應了一起跟他打Rugby 然後發現他就是Rugby隊的隊長 然後他成功帶我去練球 現在就開始做一個Rugby的新手 開始玩Rugby 開始認真打算練球的時候 就是認真打算玩這個運動的時候 都很掙扎的 因為我自己平時都是夾Bang 我是一個吉他手 因為我有想過 如果每日我練球手 手傷了的話 我可能骨折 我可能彈到吉他了以後 那我也有想過這個問題 但是我就覺得 我都長過了 那我一生人可能沒有什麼機會試新東西 那這個就是試新東西的機會 那不如我就嘗試一下 這一樣對我來說很新的運動 那我又認為打Rugby這一樣運動 其實都是很適合男生的 在打Rugby的過程 那我就知道有 對體力有很大的需求 那我就知道一定要做多些運動 做多些體能去訓練 那我也都有問很多師兄 怎樣去build up我自己的身體 怎樣強壯些 那很多師兄都教我 開始怎樣做gym 那我也都很享受 也都慢慢看到我身體慢慢大隻起來 成長的話 我都非常之有滿足感 所以我認為打Rugby帶給我的 看到我自己慢慢成長 我看到自己勇於嘗試 所以我是很開心 我覺得 希望我到時可以 一直訓練完之後 我的body build up 了又很大隻 可以繼續打球 還有可以推廣多些這個運動 因為這個運動 玩法都有不同的 可以適合男女老幼一起玩都可以 還有籃球這個運動 真的擴闊我的眼界 因為透過這個運動 我認識了很多人 例如我去King's Park 練球的時候 見到很多外國人 見到很多其他學校的人 還有在香港這個地方 如果我接觸到籃球 我覺得自己的見識 和我的眼界 是比其他人多 因為香港 都是主要足球籃球多 如果我覺得 我懂得打籃球的時候 我覺得自己增值了 和是比其他人優勝 真的籃球 就可以擴復我的眼界 希望十年之後 我都繼續可以打球 還有有機會可以推廣這個運動 給其他人 傳統籃球難免有激烈衝撞 家長往往擔心子女受傷 而卻步 當一個人自己知道 自己那樣東西 是很想追求的 就會想方法 如何平衡生活 或者可能我由87年玩的時候 一直去玩到現在 就算現在我不在總會裡做 我都會知道這個活動 帶給我有很多得著 所以我都會把這個活動 推廣給我身邊的朋友 或者可能我的家人 各方面 而每逢星期日的早上 有一個球會在銅鑼灣 舉行迷你籃球訓練 培訓青少年對籃球的興趣 當中訓練由家長擔任教練 子女落場練習和比賽 組成名符其實的親子籃球隊 Ocean本身都是一名業餘籃球員 亦曾經是籃球總會的職員 每逢星期日 他都會帶同女兒一同參加訓練 我教小朋友下去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怎樣教我女兒 我任由她去跟其他教練 反而我想 我剛才這樣說 我想我的女兒 可以多些跟群體接觸 至於親子的部分 反而反過來她去打球 我就做回她的支持者 去看她去打球 自己親身去玩過之後 體驗過 就知道了其實不是那麼危險 我想每一個運動都有她潛在的危機 但如果一個正確去學習一個籃球的時候 其實那個受傷機會率是比較低的 其實我是想我女兒去玩 不是她想成為一個怎樣出色的籃球員 反而反過來 可能現在在現今這個社會 大家都可能一個小朋友 或者兩個小朋友 因為參加玩籃球 可以接觸草地 也可以是一個群體活動 可以跟不同的人接觸 學習怎樣跟人的相處 這是我的主要目的 先來做主要目的 開始 入球的時候 Always happy 中間 深入大後 因為我不是一人選就入了 是選了幾次之後才入球的時候 那我也知道自己真的 真的在最後的Final Squad的時候 我會覺得真的不要放棄 就真的做到自己想要的事 一個球場其實是一個他們人生的縮影 只要那場球一天未完 你繼續努力的話 沒有人知道那場球完結的時候 比數是怎樣 結果是怎樣 但若果你在中間跟自己溝通的時候 繼續說一些負面的話 其實是你令自己失敗 如果大家有想試和想做的事 就不要猶豫 立即去做 不用令你日後會後悔 十年後的我自己也不會後悔打籃球 我認為健康很多人都認識 最重要是建立一個良好的生活習慣 當然現今社會大家都會比較夜睡 如果可以的話 早睡早起這個習慣是最好的 飲食方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只不過可能覺得難做一些 少吃一些快食物 多吃三個蔬菜 其實這個理念 其實我都是從小時候 已經灌輸給我的小朋友 所以反過來 我想要健康的 由家長我們開始演戲 以身作質比較容易感染到他的工作 無論是十五人還是七人籃球 球員除了要帶球跑動之外 還要飛身全球和攔截 更加要用腳踢球 玩這項運動可以說是少些技術 速度和力量都不行 所以不少籃球健將 最後都會變得又健康又健康 機率應該也不會達到 ぼ連鎖啊 跟班突散 其實這項運動可以說到 挺胃球在臨時 很快 腳這項運動可以說